现在吃到便宜的美食 到校园商圈准是没错 我们就带你来到 有上百年历史的中山女洲 旁边就是一条铜板小尸街 看到满到煎起来的炒饭炒面 只要一口50元的铜板 每天都会热销200份以上 另外还有一间粥面的专卖店 里面人气的猪肝粥 补刺又补血 都是中山女洲学生的最爱 来到有上百年历史的中山女洲 这里看起来都是大马路 没想到走路短短一分钟 就能到他们专属的铜板美食街 顶级鲑鱼丁跟莉莉分明米饭 在锅中翻炒 中山女洲学生妹最爱评价炒饭 满到盘子煎起来 铜板价50块 抗涨12个年头 给他们50块 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学生没有在赚钱 那因为他们必须靠爸爸妈妈嘛 认得是很恐怖 就是等于是那种放学全部挤进来 这样子还蛮多的很多 全能羊肉片大火快炒 招牌羊肉炒面也出自老板何比东 40年餐饮老经验 靠他一双巧手 每天端出200份美味 不炒就会酸 要每天运动 周耀汤底线熬白粥 搭上市场直送黑毛猪肝 补血补气打上蛋花 营养满分 只碗装满满 只卖70块 高中生吃起来的话比较顺口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 月经来之后吧 或是你可能打生病的时候 需要进补一下 澎湃海鲜搭上鸡蛋一面 家具行老板放下身段开餐厅 用餐时间人潮不断 超过20种面类粥品 每天狂销300万 上班族跟学生族群 价位又不贵 所以他们比较人接受 看准广大学生族 靠着同板价美味 小吃一条街也冲出 惊人商机 东森餐饮新闻 传言方核工议员提供我道